第241章 药剂师 姓名 周翠兰 职位 普通领名 黄沙城 等级 一阶 年龄 39岁 天父 饲养专精 初级 母猪产后护理 初级 姓名 张铁牛 职位 普通领名 黄沙城 等级 三阶 年龄 32岁 天父 聚力 初级 苦奈 初级 姓名 王四喜 职位 普通领名 黄沙城 等级 二阶 年龄 三十岁 天父 大卫王 终极 灵幼 这都混进了什么奇怪玩意儿 看着酒馆界面里新出现的招募信息 灵幼一连忙 他发现自己的领地里面 果然人才众多 里面竟然还有一个把大卫王 天父提升到终极的 就很离谱 不过也多亏了这个酒馆招募功能 让他能更清晰了解到领名们的天父 以后想找相关人才的时候也方便了很多 只是这三阶酒馆 就只能显示三阶以下领名的天父 那些三阶以上的他暂时还看不到 看来的在弄点矿时 把酒馆升到七阶才行 想罢 他就继续在人才招募 界面上浏览起来 嗯 突然 一个与其他人不一样的信息 出现在他面前 姓名 黄勉 职位 普通领名 黄沙城 等级 一阶 年龄 十六岁 天父 草药掌握 初级 智药专精 初级 草药清河 顶级 顶级 在普遍都是初级天父的领名里面 竟然出现一个顶级天父的领名 而且还拥有足足三项天父 一下就将灵幼的目光吸引过去 点开那个顶级技能 一段详细信息便弹了出来 曹药清河 顶级 对药理物性提升50% 制作药剂时 消耗减少10% 有几率会出现变异药剂 使药剂获得额外效果 好技能啊 正好他的药剂店里缺一个厉害的药剂师 虽说这个领名等级还低 但却潜力无穷 只要把等级提升上来 将来肯定能成为他领地里一个厉害的药剂师 没有多想 马上关掉见面 把徐忠叫了过来 而此时 黄沙城新建的酒馆外面 一队刚刚抵达黄沙城 面黄鸡兽的姐弟站在那里 有些迟疑地望着告示牌上的招募信息 姐 你说药剂店那边会不会要我 弟弟身穿一件破旧不一 背上还背着一个麻袋 里面装的都是各种从路上采到的草药 看起来皱巴巴的 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这些草药都是同类当中的极品 药性几乎都属于上城 听到他的询问 姐姐苦涩一笑 我也不知道 我们的盘缠已经用光了 晚点我再去找找看 哪里有找女工的 先找个能吃得上饭的地方再说 哦 弟弟默默点头 目光却紧紧盯着那张药剂店的招募告示 不肯一开 他们两个跟那些难民一样 都是家道中落 从附近村庄赶过来谋求生路的 弟弟其实也很清楚 像他这样从村里面出来 只跟长辈学过一些药理的小学徒 和那些厉害的药剂师根本没有可比性 眼看边上那些报名药剂店工作的人一个个都是榜大妖元 穿着华柜 他终究还是不舍得收回目光 准备跟姐姐去找一份戾气活谋生 快看 有人过来 突然 一声惊呼在人群中响起 一队人马出现在远处 朝这边匆匆赶来 引起领民们的一阵骚动 只见那队伍穿着精良 每个人身披一套银亮盔甲 腰配大刀 浑身散发着一股肃杀之气 而在他们的盔甲上面 还印有黄沙城专属的绿叶标志 在阳光的照射下 熠熠生辉 分外夺目 是黄沙城的巡逻卫队 带队的好像是徐管事 徐管事 那不是黄沙城里的第二把手吗 他怎么来了 听说他可是城里专门负责管理人员调动的大人物 而且深得领主器重 难道是出什么大事了 民众们议论纷纷 都被这宏大的阵仗给吓得不轻 一个个让开道路 生怕冲撞了徐忠还有他身后的队伍 姐弟俩哪里见过这样的大人物 惊惧之下 马上跟着人群躲到一边 不敢靠近半分 却不料 那位大人物就好像锁定了他们这边一样 听身边的卫兵耳语几句后 就静止带队朝他们这边包围过来 可把他们还有边上的民众吓个半死 以为自己犯了什么事 谁是黄勉 徐忠坐在马背上 扫射了一圈底下众人 被他扫到的人都是心头一跳 纷纷避开视线 唯有姐弟两嘴唇发白 两脚发须 慌弯到了极点 因为弟弟的名字就叫黄勉 姐姐 哪还敢多想 马上将弟弟拉到身后 死死护住 那明显的举动 顿时将徐忠的目光吸引过来 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没办法 这个小家伙实在太年轻了 看起来也才十几岁而已 不过他没忘记 刚刚领主大人对他的叮嘱 一个翻身跳下马背 带着几个气势不凡的卫兵来到姐弟两跟前 其他人见状 顿时惊得四散逃 一下将姐弟两暴露出来 也让两人浑身一颤 扑通 姐姐两脚一软 跪倒在地 大人 我弟弟还小 求求你放过他 要抓的话 抓我好了 我愿意给我弟弟顶罪 一边求情 一边哭得梨花带雨 他实在想不明白 自己和弟弟刚到这里 怎么就突然犯事了 还引来这么个大人物 要是被抓回去的话 怕是连命都要丢掉 呃 我没说要抓你们啊 徐忠无奈的声音响起 姐姐的动作一顿 茫然地抬起头来 然后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 徐忠缓缓说道 领主大人 令我到这来找一个叫做黄免的人 邀请他来做我们黄沙城药剂店的药剂师 那人 应该就是 你弟弟没错吧 说着 还看了一眼姐姐身后的弟弟 邀 邀请我弟弟 姐姐 一下就愣住了 脏兮兮的脸上满是不解 边上的其他人也是一脸愕然 完全没想到 徐忠竟然会亲自邀请这个 一看就是乡下来的少年 难道他有什么过人之处不成 可不管他们怎么看 那都只是一个涉事未深的矛头小子而已 顿时更加不解 不过徐忠并不给他们多想的机会 直接对着姐弟俩说道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到我们的药剂店里面工作 领主大人真要叫我去当药剂店的药剂师 这时 姐姐身后的弟弟终于忍不住出声问道 他到现在都还不敢相信这件事情 你叫黄勉 16岁 对吧 徐忠反问道 是我没错 黄勉愣愣点头 那就对了 如果两位不介意的话 就跟我来吧 我先带你们去洗漱一下 顺便吃点东西安顿下来 再谈药剂店的事情 徐忠为人精明 一眼看出姐弟两人的困难 马上抛出了橄榄枝 姐弟两文言 顿时目光一亮 马上小鸡啄米般地回答 好 我们去 就这样 两人就在卫兵们的护送下 跟着徐忠离开了 留下的众人 则是议论纷纷 一个个脸上挂满了惊奇和疑惑 然后没过多久 领地里面的林佑 就收到药剂店人员增加的提示 点开一看 那个黄勉果然成了药剂店里的一员 这徐忠办事效率倒挺快 林佑微微一笑 想了一下 就在界面上连点几下 把酒馆人才招募的权限下放给徐忠 让他来负责人员的调配 安排 一直以来 黄沙城的人员调动 都是由徐忠负责的 交给他 林佑也放心 等以后酒馆等级提升上来 招募到更多高阶人才 领地也能更快发展 领主大人 有事禀报 这时 领地外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是徐忠的声音 应该是来汇报药剂店情况的 林佑 关掉界面 直接走了出去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是五天过去 就在林佑致力于发展领地的时候 一条消息终于打破了聊天频道的平静 兄弟们 我刚去看了一下 魔物动乱解决了 可以去秘境圣域了 解决了 正在给领地菜园浇水的林佑 停下手中动作 点开频道查看起来 果不其然 上面好多都是在议论着这件事情 甚至有的领主刚刚撞着胆去看了一下 没过一会就又 兴冲冲地跑回来 真的解决了 通往主位面的裂缝已经被封上 我刚也去看了一下 听他们说好像出了五个石阶魔物 有两个被杀掉 剩下三个全都逃回主位面里面 卧槽 五个石阶魔物 这也太夸张了 还好我这几天都没过去 管他呢 这次魔物暴动结束 又可以刷秘境去了 兄弟们秘境走起 有缺输出的喊我一声 我恶魔系兵种输出爆炸 冲 魔物暴动结束 代表着秘境门票费用的重置 又可以去刷各种资源和宝物 这才是领主们最关注的事情 不过林佑却不同 他的关注点却在石阶魔物上面 杀了两只石阶 那意思岂不是说 又多了几份打造石阶装备的材料 如果他能弄到一些的话 说不得还能叫麦格恩 给自己打造一件石阶护甲 大大加强自己的生存能力 毕竟他带回来的那个石阶材料 名义上还算是十方格的东西 他只是代为打造而已 想获得石阶材料可不容易 第242章 强悍的石阶装备 一大早 林佑就离开领地 赶往矮人不足 按照之前的约定 打造一件石阶装备需要五天 现在已经是第六天早上 想来应该已经打造完成 当林佑怀着期待心情 来到矮人洞穴深处的 锻造大熔炉里面时 正好就看到麦格恩 坐在铁针旁边 擦拭着手中的战神之锤 边上 还放着一块像是胸甲 一样的圆弧镜面 你来了 麦格恩抬头看了林佑一眼 东西就在旁边 你自己看吧 不满意 我可以再给你修改一下 还可以再修改 林佑捏手捏脚 满是期待的 来到那块护胸面前 直接将之拿起 入手很沉 大概因为试用了 岩石系魔物内甲打造的原因 看起来比普通护甲 多了几分厚重气息 隐隐的 还有土黄色光芒 在护甲四周流转 林佑迫不及待 查看起它的信息来 装备名称 旋牛星甲 装备等级 实际 特性一 激活胸甲 可在周身生成一面 由规则之力凝聚而成的护盾 受到伤害减少25% 持续5秒 特性二 受到攻击时 自动抵消10%的伤害 特性三 受到致命一击时 旋牛星甲破碎 代替该次攻击 对十节以上佩戴者无效 通用特性 使用者每拥有一块神格碎片 装备效果提升10% 额外 为附魔 介绍 由清旋旋牛防御最强的护心骨 打造而成 受到规则之力 加持 防御强悍 嗯 神格碎片 林佑正住了 这十节装备 居然会受到神格碎片影响 而且是每增加一块神格碎片 装备的效果 就会提升10% 他现在总算明白 他们 为什么都说 十节装备供不应求了 这效果简直离谱 光是十节装备的基础效果 都已经极为强悍了 再算上神格碎片的加持 甚至可以达到非常夸张的地步 就比如 拥有十块神格碎片的话 这件装备的伤害抵消 就会翻倍 在特性一激活的情况下 达到70%的程度 这就 有点像是修真者 用自身灵力催动法器一样 注入力量 越强大 法器发挥出来的效果 也就越强 只不过到他们这里 被换成了规则之力而已 神格碎片越多 规则之力 自然也就越强 道理一样 怎么样 对这件装备还满意吧 这时 麦格恩的声音响起 满意是满意 可是你之前给我打造 蚕食软甲的时候 怎么没见你 帮我打造出 这妖牛逼的属性来 灵幼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抵消一次致命伤害 这绝对是所有防御类装备中 最变态的效果之一 拿出去 恐怕会受到无数人争抢 是你自己跟我说要全堆防御的 所以我只能照做咯 麦格恩耸了耸肩 而且 你那是八阶的装备 怎么能跟十阶的比 这东西 可是耗费了我不少力气 你得再给我多加一万斤粮食 行行行 一万就一万 等下一批粮食种出来了 再送过来给你 这一次 灵幼没有再跟麦格恩争 因为他很清楚 打造十阶装备确实不容易 而且还是属性如此变态的装备 如果拿去卖掉的话 就算再多的粮食也换不来 哪还肯浪费时间 跟麦格恩说了几句之后 就匆匆离开矮人不足 骑上妖王龙赶回领地 简单准备一番 马上穿过秘境之门 前往秘境圣域 刷 光芒闪过 灵幼出现在平台上面 刚一站定 他就被眼前的 景象给吓到了 放眼望去 竟然是一座座残破不堪的浮空岛屿 和漂浮在空中的大片碎石 连底下的中心城区 都被摧毁了一大片 有些更是直接被 移为平地 不少店铺都受到了牵连 这场魔物暴动 还真是恐怖啊 幸好十方阁所在的那片街区 没事 查看了一下四周情况之后 灵幼就骑上妖王龙飞离平台 赶往十方阁方向 而此时 十方阁内 陆振兴 站在两个刚从家族里面 调过来历练的年轻后辈面前 神情严厉 我现在要带人出去一趟 你们给我好好看店 绝不能有任何马虎 知道吗 知道了 三爷 明白 两个青年连忙硬道 眼中流露出思思惧怕 明白就好 那我就先走了 陆振兴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转身离开 匆匆赶往浮空群岛方向 似乎急着去办什么事情 而他不知道的是 他前脚刚走 灵幼后脚就到了 在一阵呼啸狂风中 灵幼直接落到 十方阁店铺前的空地上 然后纵身一跃 走进店铺里面 陆掌柜 我来了 朝着那趟方向喊了一声 却没有回应 过了一会 才有两个青年从里面走出来 你找掌柜有什么事 他刚刚出去了 你们是 灵幼疑惑地看着来人 我们是负责看管这家店的 你有什么事 可以跟我们说 两人没忘记 刚刚陆振兴的训斥 所以对灵幼道还算客气 不过心里面却不以为意 他们堂堂陆家三言 岂是随便就能见到的 而且他们怎么看 灵幼都只是一般的客人罢了 偏偏很不巧的是 陆振兴刚刚出去的时候 还把几个认识灵幼的伙计一起叫走 灵幼扫视了一圈店铺 看来陆振兴确实是不在了 只得问道 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小半个时辰吧 那好 我就在这里等他 灵幼没有跟两人多说什么 静止走进店铺里面 闲逛起来 那好像是进到自己家里 闲听信步的样子 顿时让两人惊疑不定起来 难道他真的跟三爷认识 那名穿着比较朴素的青年 低声说道 不太可能吧 总之还是客气一点比较好 来石爹不是告诉我们在三爷手底下 要有点眼力见吗 万一他真和三爷认识呢 这倒也是 这两人 只是陆家的庞戏而已 尽管一开始有些心高气傲 但却不会像那些嫡戏一样 下巴翘到天上 毕竟他们想要在家族里熬出头 爬到上面 就必须得抓住任何一个机会 哪怕只是一丝 也不能放过 想罢 两人便对视一眼 到旁边端来座椅和茶水 再次来到灵幼跟前 客人 站着等有点累吧 要不先坐下来喝口茶 我们掌柜的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哦 多谢 灵幼诧异地看了他们一眼 看他们那笑脸相迎的模样 顿时忍不住问道 你们是跟陆掌柜一个家族里面的人 对 我们是今天刚从家族里面过来历练的 那年纪较长的青年点头说道 不知道客人找我们掌柜 有什么事 一些合作上的事而已 对了 你们之前在家族里面是做什么的 反正还有点时间 灵幼就跟两人在店铺里面闲聊起来 顺便了解一下陆家的状况 那两个青年 倒也没有再露出丝毫不耐 跟他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一直到差不多二十分钟过去 门外才终于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陆振兴带着几个火箭 扛着一颗巨大尖牙 从外面走了进来 三爷回来了 两个陆家后背 内心一紧 立马迎了上去 哦 你们来得正好 快过来帮忙搬东西 这回 我可是弄到了好宝贝 陆振兴朝两人招呼一声 就兴冲冲地走进店铺里面 也一眼就发现 坐在店铺里面的林佑 脚步一顿 林公子 你怎么来了 他的声音没有做任何掩饰 一下就传入那两个后背的耳中 顿时让他们面色一变 尤其在听到他对林佑的称呼的时候 他们就更是内心大惊起来 真是不好意思 我刚刚有事出去了 林公子等久了吧 陆振兴满是歉意地说道 不碍事 就来了一会儿而已 林佑从座椅上起身 那就好 刚刚我出去得急 忘记给下面的人吩咐了 他们没对你有什么无理之处吧 你说他们两个吗 林佑看了一眼刚从外面走进来的两个陆家后背 微微一笑 还好 我觉得他们挺不错的 怕我站着累了 还特意搬了椅子和茶水过来 哦 陆振兴同样看向两个后背 目光含着赞赏 想了一下 他便对两人说道 你们先到账房那边吧 去多学学记账 是 我们这就去 两个后背大喜过望 连忙回应 店铺账物 可是家族产业最核心的东西 一般只有表现良好的嫡系 才有机会接触 没想到 只因对方一句夸赞而已 他们就获得了如此巨大机会 让他们在激动的同时 又庆幸不已 还好他们刚才悬崖勒马 没有给林佑留下什么坏印象 哪还敢多留 默默记住林佑的样貌后 就匆匆离开店铺 找账房学习记账去了 直到他们走远 林佑才接着问道 陆掌柜刚刚是出去采购材料 是啊 刚才那个尖牙 应该也看到了 就是昨天被击杀的那头十接孔向的象牙 被我用高架买回来了 由于太大 装不进储物空间 所以只能叫人一起去抬 十接材料 林佑内心一惊 怎么 林公子有兴趣 陆振兴看到林佑眼中的光芒 问道 确实有兴趣 不过 我可买不起 林佑耸耸肩 买 倒是不必 只要林公子 这次能成功帮我们 打造出十接装备 我还是可以做主送一份材料 给你的 你说真的 林佑目光一定 自然是真的 跟十接装备比起来 一份材料 又算得了什么 对了 林公子这个时候 来所谓合适 第243章 巨款 一般来讲 打造一件十接装备 至少都需要十天左右的时间 这还没算中间休息准备的时间 所以在陆振兴看来 林佑应该不是为了装备的事情 才到店铺里面来的 脸上倒也显得平静 只是这份平静 却在看到林佑手中一件护心胸甲的时候 彻底僵住 紧接着 他的双眼就猛然瞪大起来 这 这是 陆振兴几个跨步来到林佑跟前 看了看装备 又看了又看林佑 不敢置信 见他这副模样 可要算数 我帮你打造出十接装备 你就送一份十接材料 给我 这真的是 十接装备 陆振兴咽了咽口水 没听进去林佑的调侃 目光仿佛被黏在那件装备上面一样 然后他突然反应过来 连忙看向四周 才急忙说道 林公子 我们到里面说话 嗯 林佑应了一声 便跟他一起进入那堂 当两人来到会客大厅 陆振兴从林佑手中接过装备的时候 脸上再不负方才的沉着冷静 整个人都变得激动亢奋起来 十接 真的是十接装备 他完全没想到 林佑居然这么快就 成功打造出十接装备 还带了过来 一边低呼 还一边上下翻看着装备 双手颤抖 他们十方格 之所以处处被万宝楼压一头 除了身后视力差了一点之外 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 没有一个能够吸引强者的顶级宝物 就比如他手中的十接装备 尽管他已经有心理准备 但真当看到这件装备的时候 内心还是止不住的疯狂颤动起来 而且这件装备打造之精良 竟然足足有三个效果 要知道 普通的十接装备 不算必出的通用特性 一般只有两个效果而已 这个却有三个 这就是矮人一族 在锻造上面的惊人天赋吗 陆振兴敢保证 这件装备只要一出现 势必会引起无数十接强者争抢 到时候 他再借着这个机会 跟那些强者搭上线 其他视力也不敢轻举妄动 还能给他们十方格宣传一波名声 简直就是一十三鸟 毕竟一个能够提供十接装备的店铺 威慑力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 这背后会有多少十接强者 在等着装备 一旦你敢动手 就相当于 绝了那些十接强者的高阶装备 不弄死你才怪 陆振兴无比庆幸 选择相信林佑 估计是他这辈子 做过最明智的决定了 哪还敢多想 朝着林佑拱手一拜 多谢林公子相助 日后 林公子就是我陆家最尊贵的座上宾 只要林公子有所求 我们陆家定当鼎力相助 客气了 我们也只是各取所需而已 林佑微微一笑 反正他也不想暴露自己 有陆家和十方格在前面挡着 他也好坐着收钱 不用怕被别人盯上 对了 这时 陆振兴突然想到什么 我看林公子刚才对那十接象牙 很是喜欢 要不我就做一回主 把他赠予公子吧 真要给我 林佑目光一 亮 只是区区十接材料罢了 价值也不过 千万 还希望林公子 不要嫌弃这份礼物才好 陆振兴面带笑意地说道 他很清楚 跟和林佑打好关系 比起来 这点钱 根本不算什么 只要能傍上林佑这棵大树 想赚多少钱不行 最重要的是 他从这里面 看到了陆家崛起的契机 只有傻子才会在这种时候 扣扣搜搜 聪明一点的塞礼物 都还来不及 而且就跟他之前说的一样 在没打造成装备之前 材料终究还是材料 价值 远远没办法跟成品装备媲美 因为很多人就算有材料 也没有打造的门路 毕竟这个大陆上面的石阶锻造师可不多 有一半 还是在跟人类极少来往的矮人组里面 既然掌柜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林佑自然能猜到陆振兴的想法 对这种送上门的好东西 不要白不要 正好也可以给自己打造一件防身的装备 最大化发挥他神格碎片的效果 随后 两人就收起装备 开始在客厅里面 商量起接下来的事情来 就比如 这件装备的处理问题 还有各种准备工作 我的想法是 三天以后 在圣域中心举办一次大型拍卖会 把这件装备作为压轴物品 到时候 我也会请我们陆家的石阶老祖作证 确保安全 陆振兴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石阶老祖 林佑暗暗一惊 没想到这陆家背后 居然有石阶作证 难怪他们能在这么中心的地方开店 果然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想了一下 便说道 我觉得可以 不过这种事我不太熟 就全权交给你们 来操办如何 那就多谢林公子信任了 既然这样 那我也代表 陆家做个表示吧 感激的 低头沉吟了一会 便说道 按照往常的价格 一件石阶装备 一般都能卖到一亿以上 而且效果越强 价格越高 像这个保命能力极强的装备 更是供不应求 我就提前做主 先预付5000万的定金给你 等到时候装备售出 再扣去成本 按分成补齐 林公子觉得如何 5000万 林佑倒吸一口凉气 他卖掉一个领地A级逆宝 也才赚了500万而已 这石阶强者用的东西 果然就是不一样 一个就顶10个宝物 只要有这5000万 他的共生苔显 想造多少就造多少 不用再担心钱的问题 甚至连黄沙城的发展 也可以投入大量资金 大大加快进度 好 就这么办吧 林佑强压下内心的激动 点头硬道 然后又继续跟陆振兴商量 接下来的事情 一直到半想过去 他才在陆振兴的送别 下来到店铺外面 包里也多了5000万的魔能 这还是他第一次 一下得到这么多魔能 心中不免有些激动 告别陆振兴后 就马上带着魔能匆匆离开 赶回领地 没一会就消失在 人来人往的街道上面 至于陆振兴 他则是刚得到的 十街装备 乘上马车 急忙赶回陆家 刚一进府门 便一路急行 来到陆家最深处 一座僻静院子外面 老祖 有要事求见 陆振兴恭敬朝着院子内 高声呼喊 过了一会 才从里面传来一道 充满威严的声音 我不是说过 不是事关家族存亡的大事 不要来打扰我清修吗 话音落下 一股滔天微时爆发 朝陆振兴七二来 陆振兴满头大汗 咬牙支撑 老祖 我今天偶对一件十街装备 将会在三天后进行拍卖 想请老祖出山帮忙把关 你说什么 十街装备 嘎吱 院门打开 一位精神异异的白发老者 从门后走出 目光灼灼地盯着陆振兴 此人 正是陆家老祖 同时也是一位 货真价实的十街强者 受到他的注视 陆振兴只觉身体重于万金 动弹不得 是的 正是十街装备 而且还是由玄牛护兴鼓打造 极为罕见的保命法宝 不敢犹豫 眼前空间一阵扭曲 那件刚从灵诱那里 得来的玄牛兴甲 出现在他手中 这事 陆家老祖目光一宁 直接伸手一招 那装备便飞落到他手中 果然是十街装备 而且完美发挥了 玄牛护兴鼓的效力 我们剩余之中 什么时候出现如此厉害的断道师了 陆家老祖一改刚刚的风轻云淡 露出丝丝惊诧 回禀老祖 是一位年轻领主身边的 矮人断造师打造的 矮人断造师 原来如此 老祖面色恍然 好 这件装备 就先放我这里吧 拍卖会那天 我会亲自坐镇的 还有 你这次做得不错 竟给家族带来如此机遇 你说的那位领主 恐怕是某个大势力的后辈 你以后一定要好生对待 万万不可怠慢 明白了吗 明白 陆振兴激动万分 他还是第一次 得到老祖如此夸赞 同时 他也暗暗松了一口气 有老祖亲自坐镇 这下 总算不用担心 再出什么意外了 接下来 就只差进行宣传 让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这里 将会有十节装备 进行拍卖 到时候 便是他们陆家 真正崛起的时刻 想到深处 陆振兴目光越发凌冽 跟老祖告退一声后 便匆匆离开了 消息的传播 比预想中的还快 只是短短半个早上的时间 十方阁将会拍卖 十节装备的消息 就已经传遍 整个圣域中心 然后犹如飓风一般 朝圣域周边传播 开来 走在路上 到处都能听到 有人在谈论着这件事情 惊呼不断 毕竟十节装备 对于很多人来讲 可是最顶级的装备 哪怕暂时没有神格 发挥不出装备的威力 那也是难得一件的宝物 甚至有很多人 慕名而来 提前购买了 拍卖会的入场门票 直接把十方阁 挤了个水泄不通 一改之前的颓废气氛 私底下 更还有许多 十节领主和修炼者 找到陆振兴 打听有关装备的事情 让陆振兴 一下就跃居成为 整个圣域中心的红人 一时风头无两 几乎盖过了万宝楼的名气 给我去查 一定要查到 他们陆家 是怎么弄到十节装备的 万宝楼内 一名坐在守卫的中年男人 怒吼连连 表情阴沉到了极点 哪怕他们万宝楼 也都是耗费极大资源 才请动十节锻造师 帮他们打造一件装备 眼看整个圣域中心的宝物行业 快被他们彻底掌控 十方阁那边 却突然冒出来一件十节装备 让他如何能沉得住气 而且更让他难以置信的 是 传回来的消息上 竟然说 十方阁那件装备 是由矮人族亲自打造的 他陆家何德何能 竟然请了动矮人锻造师 帮忙打造装备 查 一定要查清楚 男人疯狂怒吼 声音不断回荡在会议室当中 底下众人也是神情凝重 难看之极 可他们却不知道 这件十节装备 其实本该是 属于他们万宝楼的 第244章 未免传说 七十二天魔 灵佑并不知道 秘境圣域里面发生的事情 因为此时的他 早已带着五千万巨款 回到领地里面 有钱了 自然也变得豪横起来 刚一回到领地 他就直接来到世界树下面 把不需要的兵种 换成欺诈鬼藤 数量的话 就按照130比130来算吧 一番考虑过后 灵佑就留了130个经验 最高的增值兵种 作为主力 打算再造出 130个共生苔藓 和它们搭配 至于之前 就已经有的15个苔藓 就用来跟王族和妖王龙 这些没有增值能力的 特殊兵种搭配 也就是总共275个兵种位置 剩下的25个位置 就是那些种植辅助兵种 还有几个特意留下来的 四叶草兵种 数量刚好足够 这样一来 它的兵种增值之后 数量也还能达到500以上 而且本体都有苔藓共生 实力不弱 想到这 灵佑直接席地而坐 开始对眼前的鬼柳进行突变 七叶兵种突变 需要消耗2500魔能 请问是否继续 继续 请选择保留技能和属性 保留鬼变 属性 随机 刷 光芒闪过 它面前的鬼藤 开始发生变化 最终变成一株古树 继续突变 就这样 伴随着一道道声音落下 那植物也在不断变化 时而变成身形高大的树木 时而变成体型扭曲的藤蔓 基本每隔一段时间 都能成功突变出一个共生苔藓 然后继续对下一株鬼柳进行突变 恭喜你 既能诡辩 发生变异 便更为畸变 终于 在灵佑造出第50个苔藓的时候 一声不一样的提示 突然响起 它连忙停下手中动作 点开面前的兵种信息查看起来 畸变 可复制任意兵种与魔物的属性 目标等级 不能超过自身等级 受到被复制对象攻击时 返还所有伤害 嗯 锁定反伤效果 这倒挺有意思的 有时候还能用来因其他灵主一把 灵佑直接把这个技能留下 继续突变 直到把它突变成共生苔藓为止 130个共生苔藓 花了它整整一个中午的时间 才终于突变完成 然后在灵佑的一声令下 全都共生到其他战斗植物身上 让它们的属性全都猛涨一截 达到八阶水准 可以说的上势制的飞跃 这样一来 这些增值兵种的本体 总算都有了生存保障 再看看魔能 也只剩下三百多万 得 又变成穷鬼了 灵佑苦笑一声 还以为五千万很多呢 结果这么不惊话 不过他又觉得非常庆幸 这么多魔能 如果光靠猎杀魔物刷秘境的话 还不知道要努力到猴年马月 他才能造出这支苔藓军队 这么一算下来 倒也不亏 随手把两百万存到黄沙城里面 当成扩建资金 留下一百万作为秘境门票 也该是时候 到魔物主卫免里面看看了 泥南中 灵佑缓起身 不过 他并没有马上去秘境圣语 而是敢往矮人不足 把刚得到的石阶材料 交给麦格恩 让他帮忙打造成装备 你这材料 要等一段时间 以后才能打造 麦格恩接过材料 直接说道 等一段时间 为什么 灵佑面露疑惑 却不料 麦格恩直接甩过来一个白眼 你真以为 打造石阶装备 是这么容易的事啊 打造石阶以上装备 是一件很消耗心力的事情 一个月能打造一件 都算不错了 这还是因为 我有战神锤加持 换成你们人族的锻造师 两个月都不一定能打造出一件 这么难 麟佑惊了 他还是头一回知道 这种事情 不过转念一想倒也是 如果石阶装备 能够随便打造的话 那就不是石阶装备了 想到这里 他便说道 那好吧 反正我也不急 材料扔你这里 你有空再帮我打造就行 有什么 需要直接跟我说 你确定 麦格恩眉头一挑 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那我要你成里酿的烧酒 昨天烈火 给我带了一趟回来 喝着还不错 行行行 不就是烧酒吗 回头我叫人给你送过来 就是 麟佑哭笑不得 你好歹也是矮人不足的王 竟然还会惦记别人家的烧酒 也不怕人笑话 当然 他也只是心里想想而已 毕竟和麦格恩相处这么久 早就习惯了 这家伙的脾性 也懒得多说什么 他可是还指望着 靠矮人一族赚钱呢 对了 石阶装备打造不了 石阶以下的装备 我这里 倒是有一些族人可以帮忙打造 你可以拿点八九阶的材料过来 麦格恩补充了一句 好 我这几天 正好要外出去猎杀一些魔物 到时候再带回来 给你们 可以 那我就先走了 说完 灵佑就离开了矮人不足 赶回领地里面 简单准备一番 就直接走进秘境之门 光芒闪过 便再次来到秘境圣域里面 经过这半天的整修 此时的浮空群岛 基本已经恢复原貌 重新运作起来 连中心岛屿上面的巨大门户 也重新立起 将通往魔物 未免的裂缝封锁在内 而在门户四周 则是往来着许多灵主和修炼者 不断进入那座门户之中 灵佑怀揣着期待的心情 来到中心岛屿上面 将灵溪召唤到身边 然后跟那些灵主 一起走向裂缝 听说裂缝入口附近 出现不少元煞界 还有真灵界的灵主 我们等一下要小心一点才行 确实 我们这次主要还是去猎杀 首领魔物 最好别跟他们碰上了 切 碰上又怎么样 难道还怕他们不成 总之小心一点总没错 编上几个灵主的一润声 一字不落地传入灵佑耳中 灵佑默默听着 目光渐渐便诧异起来 果然真如之前那些人所说 在魔物未免里 是有可能会遇到其他界域的人的 而且因为大路相间 空间通道相近的关系 他们还有很大概率 会碰上元始界的死敌 元煞界和真灵界 其中的危险 比秘境高了不知多少 但没办法 想要收集到足够的本源 还是得到魔物主未免里面去 猎杀首领魔物 不然光靠秘境里面 一支之杀 要杀到猴年马月才能升级 想到这里 灵佑就跟着那几个灵主 一起穿过中央岛屿上的 那个巨大裂缝 紧接着 一阵强烈的失重感 将它包裹 就好像整个身体 都被悬空了一样 有种头重脚轻的感觉 不知道过了多久 当灵佑再次站定的时候 发现自己竟然 来到了一个由法阵组成的 半圆形巨大光幕里面 只见在光幕当中 一棵高耸入云的浩瀚古树 拔地而起 连接着地面与光幕顶端 那繁茂的枝叶散开 几乎撑起了整片天空 比它的世界树 还要大上百倍 而在古树底下 盘根错节 隐没于地下 领主 还有修炼者来来往往 或赶路 或交谈 热闹无比 远处的空地上面 更是聚集着许多队伍 呼喊不断 似乎都在召集着外出队友 整个古树之下 俨然形成一个巨大的入口根据地 看向光幕外面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混沌天空 太阳和月亮同时出现 泛着一丝丝诡异的红色 时不时的 还能看到几只体型大的夸张的魔物 从高空中掠过 笔直飞向远处 就好像没发现他们这里一样 灵诱满脸惊奇 缓缓走在古树之下 偶尔还能看到几个满身是血的身影 穿过光幕 从外面走了进来 正好这时 边上突然走过来一个 圣域的修炼门派队伍 你们要记住了 这魔物主位面 比我们原始大陆 还要大上无数倍 而且越是深入 魔物的实力就会越强 所以绝对不要太过深入 只在最外围历练 明白了吗 明白 弟子们高声回应 他们作为大陆最中心区域里面的门派 哪怕最弱的弟子 实力都有期间 有一部分 甚至还达到八阶的程度 让灵诱不禁多看了两眼 紧接着 就听到其中一名弟子 出声询问 长老 我听人说 这魔物 未面乃是魔神陨落的地方 这是真的吗 话一出 众弟子顿时目光亮起 一个个面露好奇 连一边的灵诱也不例外 在一边侧耳倾听起来 只听那长老倾壳一声 道 确实有过类似的传言 不过却无从考证 因为魔物主位面中心的魔物 太过强大 连大地都没办法深入 所以只是一个传言罢了 连大地都没办法深入 包括灵诱在内 所有人都惊望 内心无比骇然 不过还不等他们多想 那长老的声音便再次响起 没错 相传在位面深处 有72尊极为强大的天魔镇守 每一尊天魔 至少都有着地级的实力 而且排位越靠前 实力就越是强横 有人说 他们都是魔神生前的手下战将 是为了镇守魔神陨落之地 才会出现在这位面之中 只要是敢于靠近中心位置的 都会受到他们的疯狂攻击 长老的声音 不断回荡在众弟子的耳中 也一字不漏地 被灵诱听了进去 让他在骇然的同时 又觉得无比惊异 没想到这魔物主位面 竟然有如此大的来头 尽管只是传言 但同时也说明了这个 未面的恐怖程度 不然也不可能会有这种留言 传出 第245章 天魔投影 灵主及魔物 修炼者门派的队员 渐行渐远 在灵诱的注视中 穿过光幕 消失在视线当中 好一会 灵诱才终于回神过来 面色也变凝重了许多 根据这一路过来探听到的信息 他已经得知 所有界域 都是跟这个魔物主位面 相连在一起的 能够连接这么多的界域 足以见得这个魔物主位面 到底大到何种地步 以他现在的实力 怕是走个几十年 都不一定能走完 不过这些都暂时跟他没有关系 毕竟他只是过来猎杀魔物的而已 你们快看 那是什么 突然 一声惊呼 打断了灵诱的思绪 只见在位面深处的方向 一道漆黑光柱 冲天起 笔直冲入云霄之中 那浩瀚无边的威势 顿时让光幕内的灵主们 两眼瞪大 起来 是天魔投影 天魔投影出现了 什么 天魔投影 就是那个击杀了会得到宝物的天魔分身 对 就是那个 那还等什么 我们赶紧过去 等等我 呼喊中 几个灵主直接骑上兵种 猛然冲出光幕 奔向外面 一部分灵主见状 也是纷纷色变 迅速跟上他们的脚步 那焦急激动的样子 顿时让灵诱收回目光 疑惑不已 天魔投影 那是什么 他刚来到这里 根本就是两眼一摸下 什么都不知道 但看那些灵主的表情 他便知道 肯定有利可图 不然不可能把这么多灵主吸引过去 而且还走得如此着急 更何况那东西还跟天魔两字沾边 一听就不简单 没有迟疑 同样召唤出妖王龙 匆匆跟上那些灵主 脚步 一下飞出光幕 来到外面 直到这时 灵诱才发现 他们所处的位置的人 是在一个巨大无比的通天石柱上面 而那棵浩瀚古树 赫然就生长在石柱顶端的平台中央 根筋缠绕石柱 延伸到地面 盘根错节 蔓延出去数公里之远 那些没有飞行兵种的灵主 则是顺着古树根筋纵月而下 也很快落到地面 灵诱则是跟着那些拥有飞行兵种的灵主 飞离石柱 渐渐的 一片犹如洪荒介域的广袤大地 映入眼中 目光所及之处 全都是生长得无比繁茂的巨大植物 以及高山流水 巨石林立 远处 更还有风云涌动 在各个地方汇聚成一个个 难得一见的壮观画面 光怪陆离 甚至有不少山峰直冲云霄 只留下半截在这大地之上 压迫感十足 这就是魔物主卫免马 灵诱震惊不已 他发现自己一直以来对日月季节的认知 在这个世界里完全没用 就好像整个卫免的规则都被打乱 每个地方都遵循着不一样的规则在运行 比如沙漠边缘的河流 又比如火山地带的雪山 而就在他金鱼周边环境的时候 前面那些骑着飞行兵种的灵主们 也陡然加速 略向卫免深处 哪敢多想 马上让药王龙加速跟上 没一会就将卫免入口 远远甩在身后 一直到飞行了将近半个小时后 一片石柱灵力的区域 便渐渐映入眼中 耳边也开始传来阵阵喊沙声 就在那边 真的打起来 我们快过去 刚赶到的灵主们 惊呼连连 马上调转方向 匆匆赶往声音所在之处 渐渐的 一个冲天的黑色光柱 映入他们眼中 那光柱之灰红 竟是直冲云霄 让整个天空都在围着它 不断盘旋 而在光柱底下 千石灵中 一大片灵主带着兵种激烈混战 正在围攻一只背上 有着七彩金石的岩石巨龟 名称 灾厄归族 投影 灵主 种族 野兽 等级 八阶 SSS级 力量 4500 加4500 体质 5000 加5000 敏捷 3200 加3200 精神 4500 加4500 技能 吞天 归祖之壁 灾厄降临 混沌 全属性提升100% 介绍 魔神坐下 72天魔牌位第69 有着灾厄之组称号的灾难级生物 因力量溢散 在魔物主位面各处降下投影分身 将其消灭 可获得丰厚奖励 这是 灵主级的魔物 灵诱目光一顿 眼中闪过浓浓精密 从之前秘境中的提示 他就猜到 首领之上 可能还有更高级别的魔物 但真当他真正见到的时候 心里还是震惊到了极点 那夸张的属性 竟是同等级首领 魔物的两倍 再加上 SSS 及混沌感染的加成 属性 直逼一万 这 这真是八阶的魔物 灵诱不敢相信 也终于明白 那些人说的 天魔投影是什么意思 连一个投影 都有如此恐怖实力 那作为他们的本体 72天魔 又该强大到何种地步 要知道 这才 只是魔物主位面的外围而已 距离中心区域 不知还有多么遥远的距离 从那么远的地方投影过来 还能如此强悍 实力可见一般 而且属性介绍也很直白 消灭掉 可以获得丰厚奖励 难怪这些灵主 这么孜孜不倦 从四面八方赶来 这不就是玩家 抢野外大boss吗 这个灵诱熟得很 毕竟他以前上班的时候 可没少摸鱼打牌位 走 我们也过去看看 马上 灵诱就对身下的 妖王龙下达命令 同时将灵溪 还有剩下的植物龙 全都召唤出来 飞速赶往混战方向 沙 冲啊 人海未到 喊杀声就已经响彻天际 让整个千石灵上方的空气 都在剧烈震动起来 时间在那 足有上百米高的 天魔投影四周 灵主们带着兵种疯狂攻击 有攻击天魔投影的 有攻击其他介绎敌人的 乱成了一团 千石灵中的石柱 更是不断炸裂 发出轰隆巨响 不过灵诱 还是很快就找到 原始界的阵营 马上命令妖王龙飞落其中 却不料 他刚一落下 就马上有一个 其他介绎的七阶灵主 盯上他 偷偷朝他摸了过来 动手 只听那灵主一声嘀喝 灵诱所处的地面四周 突然裂开一道道口子 数之不尽的骷髅兵种 疯狂涌现 数量之庞大 足有上千之数 而且有一部分 甚至达到八阶的程度 连那灵主身边 也都漂浮着 十几个八阶亡灵巫师 在那些巫师的法杖挥动之下 所有骷髅兵中 全部眼冒红光 气势陡然一提 转眼就将灵诱包围在内 好强的亡灵系灵主 灵诱内心大惊 没想到刚一来 就碰到如此强悍的对手 然而还不等他多想 边上便突然传来一声 爆喝 真灵界的杂碎 也敢跑我们这来撒野 找死 出现的 是一位年纪比灵诱稍大 身边带着各种 古怪机械兵种的灵主 只见在那冷傲青年的一声令下 他头顶上方的几个战斗机翼 便迅速降落 与他身边的八阶机甲巨人 何为一体 变成机甲巨人肩膀上的巨大炮筒 一瞬间 火光四箭 一发发导弹猛然飞出 笔直落到灵诱周边的 骷髅大军当中 轰轰轰 一连串震耳欲聋的爆炸 那些骷髅竟是全都被炸得支离破碎 连八阶都没能幸免 让灵诱身前骤然一空 温雁明 又是你来坏我的好事 亡灵灵主面色阴沉 目光死死盯着出现的青年 显然 两人是互相认识的 接着这个机会 灵诱迅速退到一边 将部分植物召唤出来 保护自身 同时暗暗心惊 这魔物主卫免 真不愧为连接了所有介余的卫免 果然强者如云 单单这两个七阶灵主表现出来的实力 就都比一般的七阶 要强上不知多少 而且也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一言不合 直接开打 上 把他的机械全给我拆了 亡灵灵主立刻一声 地面再次涌现大量骷髅 而且数量比刚才还要夸张 足有三千只树 直接化作一片浩瀚骷髅海 朝他们这边包围过来 这似曾相识的画面 顿时让灵诱内心醒悟 不由看向 亡灵灵主身边那些亡灵巫师 如果他猜得没错的话 这应该是跟他之前 在主城那边碰到过的一样 拥有召唤骷髅 和骷髅再生技能的稀有兵种 得找机会弄几个过来 给食人花吞掉复制技能才能 灵诱在心里面暗暗想到 而就在这时 被称为温雁明的青年野动了 只见他丝毫不惧 对方数量上的压制 大手一挥 几只八接机械猎犬奔向一起 然后高高跃起 在空中迅速组合成一个 手持电锯火炮的巨型机甲 胸口上面 更是镶嵌着一个激光炮筒 威力十足 靠 机甲合体 灵诱忍不住爆了一声粗口 没想到对方居然有这么炫酷的技能 而在机甲合体完成后 温雁明一下跳进驾驶室里面 开始操纵巨型机甲 踏着轰轰的脚步声 跟其他机械兵种 一起冲向亡灵大军 他是怎么做到的 灵诱满脸问号 内心也是凝重 无比 因为他能明显感觉到 那个合体机甲的气势 比一般八接还要高尚不少 也就是说 对方是通过类似于合体的技能 打造出一个机械系专属的强大 兵种 这绝对不是兵种该有的技能 难道那个人跟自己一样 初始奖励 也抽到了类似突变的能力 很有可能 毕竟万界人数浩瀚如海 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 抽到特殊能力 甚至在各个大陆 各个未免之中 也隐藏着许多 他不知道的各种奇遇 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有奇遇而已 这魔物主未免 果然不简单 眼看双方的兵种 狠狠冲撞到一起 在远处疯狂激战 炮火连天 灵诱 马上将兵种全部召唤出来 至于青藤 因为体型过大 容易成为集火目标的关系 被他留在领地里面 打算的 等局势明朗了再说 去 把那几个亡灵巫师解决掉 没有多想 灵诱直接大手一挥 盯上那几个 正在召唤骷髅的亡灵巫师 刹那间 大量的藤蔓涌现出来 直奔骷髅海而去 嗯 本来还在激战中的两人 也被这突然涌现的 植物军团 蜥蜴 内心一惊 第246章 爆发全开 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这么多植物 亡灵领主 嘀呼一声 与温雁明 齐齐看向植物来源的方向 一眼便看到 立于植物当中的灵诱 是他 温雁明微微 诧异 他本以为 灵诱只是一个普通的 七阶灵主 却没想到他的实力 居然眼不弱 看那数量庞大的兵种 和种类繁多的植物 他就知道 灵诱很不简单 甚至不弱于他们 不过即便如此 他脸上还是流露出 丝丝傲色 回头朝灵诱 沉声喊道 他是我的猎物 你找其他人去 都说天才是高傲的 这回灵诱总算是见识到了 不过他还惦记着 对方的亡灵巫师 又岂会轻易退走 抱歉 这地方可不是你说的算 扔下一句话之后 冲在队伍最前方的青刚 突然咆哮一声 让所有植物的属性 猛然提升30% 直直迎上骷髅大军 温雁明健壮 顿时眉头一皱 也不再多说什么 而是 驱使战争机甲 疯狂绞杀周边的骷髅 朝亡灵领主七二去 想要抢先击杀对方 一时之间 激光炮火 还有藤万树叶翻飞 将一片片骷髅 炸成碎炸 你们以为 人多久能阻挡 我的骷髅大军吗 太天真了 面对两人的包夹围攻 亡灵领主 丝毫不拒 越来越多的骷髅 被召唤出来 挡住他们去路 后方更有骷髅攻守 骷髅法师 跟他们不断对轰 哪怕战争古术 和巨型机甲疯狂冲撞 也只是与对方召唤的 频率持平而已 推进极为缓慢 拥有着天灾称号的亡灵戏 果然名不虚传 才不过七阶而已 就已经拥有如此规模 大炮 眼看久攻不下 灵右当机立断 马上叫来大炮 此时的大炮 已经吃下灵右之前 特地留下的几个经验宝珠 属性又略微提升 正缠在欺诈鬼柳身上 依靠柳絮隐蔽身形 听到灵右的命令 那有黑的洞口 呼得冒起一片火光 然后飞速凝聚 目标直直远处的亡灵 灵主 哄 一声炸响 一颗龙颜环绕的豌豆子弹 急射而出 所到之处 飓风骤起 空间炸裂 嗯 正在不断下达指令的亡灵灵主 轻一声 接着面色大变 只感觉一股死亡威胁 笼罩全身 汗毛炸起 几乎是出于本能的 他直接激活了身上的护命宝物 下一秒 一个半透明护盾 出现在他面前 然后身体微微一偏 碰 护盾炸裂 瞬间被击穿成无数碎渣 肩膀 一阵剧痛袭来 一颗夹带着火焰的流光 从他肩胛骨穿透而过 将他肩膀轰出一个血洞 快 快回房 亡灵灵主惊声 大喊 冷汗直流 仿佛肩膀上的血骨 都被烤焦了一般 让他倒吸一口凉气 内心无比骇然 刚才若不是他对危险感知足够灵敏 这子弹穿透的 恐怕就是他的 心脏 这到底是什么诡异的攻击手段 竟会如此强悍 连他的保命护盾 都被瞬间击碎 要知道 那可是他花了大价钱 才买到 能够抵挡八街 全力一击的宝物 别说他了 哪怕是正在进攻的温雁明 也都满心震撼 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惊愣在原地 刚刚那一击 他虽然有把握可以躲过 但如果被正面击中 绝对食死无生 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 惊骇之下 他就不由转头 看向远处一脸懊恼的灵佑 目光震动 这家伙 到底是什么来头 以前怎么从来听说过 他在圣域里面 混迹这么长时间 对原始界的顶尖 七阶领主不说 所有 八成以上 他还是知道的 但这些人里面 却都没有一个 这么恐怖的植物系 难道是 突然 温雁明想到 之前出现在 秘境积分榜上的 那个陌生名字 不由多看了灵佑一眼 灵佑自然不知道 他们心中所想 眼看大炮的攻击 竟然被对方躲开 他眉头忍不住皱了起来 对方不仅实力不弱 反应还如此了得 更有宝物护身 仅仅只是 那护盾阻挡的 一瞬间制色而已 就将自己的要害偏转开 躲过他这致命一击 如此一来 对方有了防范 他想再偷袭 就没那么容易了 果不其然 肩膀受到重创之后 亡灵领主马上将 几个骷髅重顿手 招到身前 一脸凝重地看着他 三个人 就这样远远地对峙着 竟是谁都没有率先出手 一声惊天的怒吼响起 打断了他们的对峙 紧接着 整个地面突然就开始剧烈震动 连天空中的乌云 都开始迅速汇聚起来 怎么回事 地震了吗 不对 是天上 你们快看天上 卧槽 那是什么 天魔投影的一声怒吼 打断了所有领主的攻击 纷纷停下动作 抬头看向天空 只见在那涌动的乌云当中 一个巨大的乌龟脑袋虚影 突然出现 朝底下缓缓张开嘴巴 刹那间 风起云涌 电闪雷鸣 一股强大的犀利 瞬间笼罩整个 牵涉灵中心范围 不好 是那个乌龟的技能 快离开这里 正在攻击天魔虚影的领主们 纷纷色变 急忙散开 紧接着 那股犀利猛然变大 无数巨石被拔地而起 吸入高空 连带那些跑得慢的领主和兵种 也全都被卷上天空 在一声声七粒惨叫中 被那张巨口直接吞掉 血染长空 嘶 好变态的技能 别靠近技能范围 那宛若末日浩劫的场景 顿时让领主们惊呼连连起来 哪还敢靠近 带着兵种匆匆散去 在远处远远观望 连正在进行的戒狱之争 都不得不暂时终止 退回各自戒狱的阵营当中 一直到半分钟过去 那张巨口才 渐渐收回 消失在翻涌的乌云当中 那股恐怖犀利 也随之消失 仿佛从来没出现过一般 而灾厄祖龟 在释放完这个强大技能后 则是陷入到短暂的虚弱之中 整个庞大的身体 趴在原地 一动不动 好机会 一起上 解决掉它 幸存下来的领主 目光瞬间亮了起来 哪会放过如此绝佳机会 又带着各自兵种涌了上去 一时间 天上地下 数之不尽的兵种 将灾厄祖龟团团包围 攻击 漫天飞舞 在灾厄祖龟身上疯狂炸开 眼看击杀有望 林佑与温艳明两人 也直接放弃 再继续包夹亡灵领主的打算 加入到围攻队伍当中 在如此多的猛烈攻击之下 哪怕灾厄祖龟 拥有一万点体制 都还是难以抵挡 愤怒咆哮中 身上的金石块 出现裂痕 不断碎裂 好 终于 灾厄祖龟再次恢复过来 抬起它那巨大前肢 朝眼前的兵种队伍 猛然砸落 那个方位的领主健壮 面色顿时大变 却根本来不及 逃开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整个地面狠狠震了 一下 竟然直接将整个地面 砸得塌陷下去 处在攻击范围内的兵种 更是全都被拍成肉泥 无疑幸免 让领主们心头一跳 这领主级的魔物 果然不是这么好对付的 领诱混在人群里面 占据一个角落 不断指挥植物们进行攻击 同时警惕 其他介遇领主的一举一动 以防他们在这种时候 进行偷袭 然而偷袭没等到 反倒等到灾厄祖龟的技能 只见他龟背上的七彩水晶上面 突然爆发出一股耀眼夺目的光芒 在他周身凝聚成一片片透明龟甲 将他整个身体保护在内 所有领主兵种的攻击落到 那层透明龟甲上面 不断炸开 却只能带起一片涟漪 根本没办法伤到祖龟分毫 靠 这怪物在恢复 这个防护技能 竟然有治愈效果 快 快打断他的技能 不然刚才的攻击 就都白费了 领主们焦急不已 他们好不容易 才破开灾厄祖龟的防御 即将拿到宝物 如果这时候让他恢复过来的话 怕是还要再经历一遍 刚才那恐怖的技能 最终功亏一篑 哪还敢多想 一个个马上爆发出压箱底的手段 疯狂攻击起来 各界与之间争斗了这么久 恐怕也就这个时候 最团结一心了 竟是默契的 谁都没有再去干扰对方 青刚 领右朝前方大喊一声 正在轰击龟甲护盾的青刚 受到讯号 马上发动野蛮咆哮 让所有植物属性猛的一体 爆发全开之下 大炮的精神 直接冲破3000 而它本身 更还有150%的伤害加成 和40%的无视防御 哄 一声巨响 一颗威视无边的子弹 急射出去 滑开长空 猛然撞击在灾厄祖龟的 龟甲防护上面 咔嚓 龟甲护盾裂开 出现一道道裂痕 却没有完全破开 还差了一丝 让我来 就在这时 边上突然传来一声大贺 距离灵幼不远的温雁明 一声令下 他身边的机械兵种 竟是迅速聚拢到 几辆机甲战车上面 在其身上 组成五个 足有两米口径的 巨大炮管 然后在一片猛烈炸响中 五颗导弹同时冲出 精准落到灵幼 刚刚弄出的裂痕上面 轰轰轰 咔嚓 终于 在两人的双重打击之下 龟甲护盾彻底碎裂 化作漫天碎片 更是疯狂攻击 却没有注意到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们身边开始出现 大量蒲公英 不断朝四周蔓延出去 附着在他们 还有兵种的身上 甚至连天上 也都 掉下来一个个 没有爆炸的红色蘑菇 落到他们脚边 第247章 争夺 宝物 到手 吼 一声充满不不甘的怒吼 回荡在整个千石林里面 在各个介遇 领主们的疯狂围攻之下 灾厄祖龟 终于被击穿龟甲 轰然倒在地上 眼看其重伤垂死 所有领主内心 齐齐一震 渐渐带着兵种 朝气靠近过去 显然 他们都想要 第一时间冲上去 抢夺领主 魔物掉落的奖励 灵幼自然也是如此 早已让 大炮瞄准 灾厄祖龟的弱点 叙事待发 渐渐的 领主们 都开始屏住呼吸 气氛变得微妙起来 上 解决掉它 突然 一声大喝 响起 一个隐藏在人群中的 八阶恶魔系领主突然爆发 身边一个九阶恶魔 高举黑暗长矛 猛地裂向灾厄祖龟的 心脏部位 噗 噗 血肉被冻穿的声音 伴随着灾厄祖龟 一声惊天惨豪 回荡在所有 领主耳边 恭喜你 成功击杀八阶 领主魔物 获得十万点魔能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所有领主都惊住了 没想到人群里面 竟然还隐藏着一个 八阶领主 而且还带了一个 九阶兵主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灾厄祖龟的身体 轰然炸开 化作无数能量碎块 在空中凝聚成 一样样 发着光芒的事物 犹如天女散花般 四散开来 其中 赫然有一颗 八阶领地精华 和十颗七阶领地精华 还有三个 发着精光的宝物 而在这些东西出现瞬间 那八阶领主最先出手 直奔那颗 八阶领地精华 和其中一样 离他最近的宝物而去 将其收入怀中 放下宝物 领主们怒吼连连 终于反应过来 马上朝那八阶领主包围 过去 那八阶领主也知道 双拳难敌四手的道理 哪怕他有一个九阶兵种 但也扛不住那一大片 涌动的八阶兵种 纵身一跃 便直接被恶魔带到空中 以极快的速度 飞离包围圈 至于剩下的领主 则是瞬间乱作一团 疯狂涌向剩下的宝物 动手 却不料 这时人群中一声嘀咳 突然响起 本来还在奔行中的领主 还有兵种 只感觉身体一阵剧痛袭来 竟是迅速长出一簇簇 血色蒲公英 怎么回事 这什么鬼东西 小心 是植物系的吸血蒲公英 快 快驱散治疗 领主们惊呼连连 面色大变 根本来不及反应 部分领主的身体 就一阵痉振乱 一大团蒲公英 在其腹腔中炸开 重伤倒地 其他则是被长在体外的蒲公英 拖住 一边拼命清除 一边朝宝物靠近过去 却不料 这时那些洒落在地的蘑菇 突然引爆 轰轰轰 一连串剧烈爆炸 整个场面都被炸得狠狠一阵 击杀一位面七阶领主 获得20万魔能 七阶领地精华X1 击杀一位面七阶领主 获得34万魔能 七阶领地精华X1 听着脑海中不断响起的提示 林又没心思理会 趁着混乱 他早已经来到中心地带 看也不看的 夺过一样宝物 和三颗七阶领地精华 然后将陆地兵种召回领地 骑上妖王龙转身就逃 不好 东西被他抢走了 快追 飞行兵种快拦住他 反应过来的领主们 怒吼着朝林又追了出去 才不过转眼功夫 林又就被包围圈外的一群飞行兵种 挡住去路 从四面八方朝他包围过来 冲开他们 林又面色一狠 直接对妖王龙下达命令 妖王龙发出一声高抗龙营 便跟其他植物龙一起发动 极影技能 猛然冲向外面 而灵溪则是带着妖精军团 不断挥动法杖 解决掉那些冲上来的兵种 吼 眼看越来越多兵种挡住去路 林又身下的妖王龙爆发 龙威 勇猛无比 怒吼中 直接一笼爪 将前方一大片兵种 当场拍成肉泥 狠狠冲开兵种包围 远断而去 那些陷入混乱的兵种 刚想要追上来 负责断后的灵溪 便高举法杖 自然之力疯狂涌动 哗啦 漫天树叶 骤然凝聚 在空中 编织成一张绿色大网 朝那些兵种急射出去 一时之间 兵种的尸体落如雨下 不断坠落 甚至连八阶兵种 都难以抵挡灵溪的一击之危 我们走 林又当机立断 马上加快速度 逃离这里 飞向千石灵外 一直到十多分钟过后 才终于甩开最后一批追兵 将落到底下一片密林中 躲藏起来 呼 总算逃出来了 林又长出了一口气 脸上有着抑制不住的喜悦 同时又心惊不已 这个介遇的七阶领主 果然都不简单 若不是他早有准备 让血骨蒲公英和孤妖王 事先布局 把蒲公英和爆炸蘑菇 扩散出去 恐怕 没那么容易制造混乱 更别说抢到宝物逃离现场了 而且他也没想到 这八阶领主魔物死掉之后 竟然会爆出如此多的宝物 和领地精华 其中 甚至还包含了一颗八阶精华 难怪连八阶领主都被吸引过来 如果真有的话 那岂不是会掉落一大堆 八九阶的领地精华 想到这里 林佑似乎有点明白 这外围区域 为什么很少看到高阶领主的原因了 怕是都跑到深处 去抢夺八阶以上的领地精华去了 深吸一口气之后 他便开始清点起刚刚的收获来 三颗领主魔物 爆出来的七阶领地精华 加上趁乱击杀领主获得的 一共是15颗 再算上他之前剩下的5颗 刚好足够把两个兵种升到八阶 收获简直超出他的想象 这样一来 不仅大炮升级八阶的材料凑齐 还能多升级一个额外的八阶 早知道这样的话 之前刷秘境的时候 他就把所有魔物的击杀人头 都留给大炮了 林佑无奈点开大炮的属性界面 经验值980 2500 连一半都还没到 其中300点 还是经验宝珠提升上来的 就算依靠知识古术 也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长满 看来只能再找时间 去刷一刷秘境 靠森林贤者的经验 加成给他长经验了 反正秘境里的七阶魔物也够多 刷个两三遍 应该就能攒满 如果运气好 爆出个秘宝 或者兵种令牌 那就更是写传 想到这 林佑便再次低头 看向手中的另一样事物 一个跟之前被他卖掉的天使系圣物 有点像的十字架 只不过颜色有点偏暗金色 道具名称 复活十字章 道具效果 在领地核心处使用该道具 可将指定兵种直接复活 需消耗大量魔能 一次性道具 这是 林佑面色一喜 这灵主魔物爆出来的东西里面 竟然还有这等稀奇道具 能直接复活一个死掉的兵种 也就是说 他以后就不用再担心 王族兵种意外死掉 虽然需要消耗大量魔能 但对于一个王族兵种的 珍贵程度来说 再多也值得 这一趟魔物未免之行 还真是收获巨大 让他都有点想要住在这里不走了 而且因为 刚刚击杀这么多灵主的关系 他的魔能 也一下涨到了四百多万 比刷秘境还多 也更快 虽然被这么轻易杀掉的 都是那些实力较弱 魔能不多的 灵主 但架不住数量多呀 一个十几二十万 多来几个 就直接破百万 还有领地精华 发家致富 指日可待 当然 这必须得每天都有这样的大战才行 算了 先回去修整一下吧 灵又无奈摇头 眼看天色见黑 他就没有再继续待在灵中 骑上妖王龙 直接飞到高空 远远的 已经能看到未免入口的 那棵参天古树 不用担心认不清方向 很快 他就回到那片 被光幕包裹的石柱之上 一下穿过光幕 进入其中 然后没过多久 其他去参加 领主魔物讨伐的领主们 也陆陆续续 出现 从外面赶了回来 仔细一看 一个个竟是狼狈无比 有的更是 直接被这炸得满脸焦黑 头发秃了一半 刚才在乱战的时候 灵又特意减少了 原始界一方的蒲公英 和蘑菇数量 只引发了一场骚乱而已 但哪怕如此 还是有不少领主中招 被炸得灰头土脸 满脸不爽 草 要是被我知道 是哪个王八犊子扔的炸弹 我非得揍他一顿 不可 你这算好了 只是被炸秃头而已 我直接 就被炸了个狗吃屎 差点没被人踩死 也不知道是哪个老鹰笔 竟然事先在地上埋雷 太特么可恨了 还有那些蒲公英 也是 老子弄了半天才弄掉 结果反应过来的时候 宝贝都已经被人抢光 还害我死了不少兵种 简直血亏 不是还有十万魔能的安慰奖吗 够你重新召唤兵种吗 刚赶回来的领主们 骂骂咧咧 转眼就走进空间入口 消失在魔物卫面之中 总的来说 这次 天魔投影 因为比较靠近这边的关系 原始界领主的损失 相对要小很多 并没有出现大量伤亡 而随着领主们的不断回归 外面的天色 也渐渐暗了下来 当天空中那轮血月的光辉 压过太阳的时候 夜色也彻底将整个卫面笼罩 隐约间 云中的日月 仿佛化作一双眼睛 静静注视着底下这片浩瀚大地 第248章 罪欲之塔 灵佑回到领地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 黄沙城里面灯火通明 热闹非凡 结束一天忙碌的领民们 纷纷聚在街上闲逛游玩 远远都能听到阵阵喧闹 灵佑没有让灯笼草 用收声技能 把这些声音隔绝掉 因为她很喜欢这样的烟火器 只有这样 她才感觉自己 没有脱离这个世界 也许是刚刚收获好东西 心情不错的缘故吧 她难得离开领地 在黄沙城新建的街道上面 闲逛起来 领主大人好 见过领主大人 路上 很多看见她的领民 都会跑过来打个招呼 领佑微笑回应 一路前行 没多久 她就来到内城的练兵场里面 刚好碰到月老正在指导卫刚 还有底下一群修炼者战斗 场上呼吓不断 她就这样站在外面 看着修炼者们切磋战斗 又过了一会 月到南才注意到她 内心一惊 见过领主 她的声音 特意压低了不少 但还是被场边休息的 卫刚等人听到 纷纷回过头来 领主大人来了 领主大人 您怎么来了 卫刚还有一众修炼者 纷纷起身 来到领佑面前给她行礼 我就过来 随便看看 你们继续 领佑微微一笑 让那些停下动作的修炼者们 不用管她 然后简单看了一眼 发现场内 竟然多了不少七阶修炼者 连卫刚身上的气势 都有所增长 因应有达到七阶的趋势 看来月老的指点效果 非常不错呀 真不愧是九阶的修炼者 对了 这时 魏刚突然想到什么 说到 领主大人 今天从柳火国那边 过来的商队说 最近戈壁里面的七阶魔物 越来越多了 护送队伍 有不少人都受了伤 您看该怎么办 七阶魔物变多了 灵佑目光微宁 最近因为她一直带兵种 在外战斗的关系 护送商队的事情 就交给了黄沙城的 修炼者队伍来办 但现在看来 似乎还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 而且自从上次 圣耀大帝击杀元煞界 十一阶领主后 他们元始界的气运 得到极大补充 连魔物数量也迅速增长 戈壁外围一点的地方 还好说 更深的地方 恐怕已经到处都是七阶魔物 对护送不利 想了一下 她便说道 既然这样 那下次护送的时候 我再派点高阶植物 过去护送吧 还有 回头你去跟薛总管说一下 让她多找点 七阶以上的修炼者进来 待遇可以适当增加 好 到时候 我会跟她说的 魏刚恭敬回道 商队 乃是他们黄沙城的 主要资金来源 自然不能让其出了什么问题 反正五天 才需要护送一次 到时候 随便派一个王族兵种 带队去护送便是 倒也不算太过麻烦 就这样 又听魏刚 汇报了一些 关于商队和修炼者 招募的事情后 灵右就离开练兵场 赶回领地里面 一日一早 天色刚一亮 灵右便已起身 简单准备一番 就直接穿过秘境之门 来到圣域里面 在进入秘境之前 他还特地到榜单石碑上 看了一下 果然跟那些灵主们说的一样 榜单已经重置 排在上面的 几乎都是S级上下 不过这个月有点不同 有几个灵主 竟然第一天 就通关了SSS级的秘境 而且难度平分 还不低 哪怕是他之前碰到的 那个温雁明 也才排到第三而已 这些家伙吃什么药 难道 月初爆率比较高 灵右一脸狐疑 带着灵溪穿过那些 正在召集队友的灵主身边 走进秘境入口 请选择秘境难度 七阶SSS级 嗯 直接来一千平分吧 这一次 灵右是 直接奔着最高难度来的 之前 因为冰种还没成型 所以不敢太过冒险 现在却不一样 他不仅全台险冰种 更还多了 大炮这个大杀器 完全可以闯一闯 这最高难度 所以没有犹豫 直接选择确定 难度选择成功 正在分配秘境 由于您选择的秘境难度极高 请多加小心 嗯 怎么比平常 还多了一个提示 灵右记得 之前进入秘境里面的时候 是没有这种提示的 这一千平分难度的秘境 难道跟他之前通关的 999难度 有什么不同 只可惜 根本不给他多想的机会 一股犀利 就已经将他包裹 刷 光芒闪过 他就出现在一个 灰蒙蒙的空间里面 同时 耳边响起几声提示 秘境分配成功 目前秘境 最欲之塔 七阶SSS级 难度平定 一千 最高 注意 应受到混沌气息感染 所有魔物属性提升100% 请多加小心 目前位置 最欲之塔一层 最欲之塔 灵右愣愣呢喃 看着四周的巨大空间 怎么看都不像是在一座塔里 与其说是一座塔 还不如说是一方天地 因为这个塔 它实在太大了 只能远远 看到塔内墙壁 耸立在天地之间 高到连天花板 都看不到的地步 然后一条条锁链 从天空中垂立下来 挂着无数巨型球龙 就掉在它的头顶上方 而它所处的这片大地 更是铺满了 海骨和干涸的鲜血 几乎将整个地面 都染成了暗红色 沙沙沙 突然 刺耳磨牙 在远处响起 同时还伴随着一阵 咀嚼的声音 灵右心生警惕 马上把兵种全部召唤出来 由青刚带领的 120个战争古术领头 小心 朝声音来源靠近过去 这120个战争古术里面 有30个 是共生了苔藓的本体 其余都是增值出来的 至于后面的爆炸菇 女妖藤 妖精 这几个输出主力 灵右则是各留了25个本体 增值过后 数量直接变成4倍 看起来浩浩荡荡的一片 其他兵种 比如石人花和仙人球 还有蒲公英之类 因为突变几率比较低的关系 除了石人花有石珠本体以外 其他基本都是个位数 但分裂之后 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队伍 将灵右好好保护在内 穿过遍地的海骨堆 总算看清了声音的来源 竟是一只只体型娇小 匍匐在血池边上 啃噬尸体的畸变怪物 名称 畸变脑膜 种族 亡灵 等级 机阶 SSS 力量 900 加900 体质 1000 加1000 敏捷 1000 加1000 精神 900 加900 技能 急速 脑震波 分裂 混沌 全属性提升100% 介绍 一种喜欢吸食脑水的畸变怪物 速度极快 可分裂出大量个体 且生命力极强 体敏霜满的魔物 灵诱内心震撼 这个属性 甚至比他的王族兵种 七阶十还要恐怖 这就是最高难度的秘境吗 才第一波怪物而已 就已经达到这种程度 要知道 他那些共生了苔藓的增值兵种 最高属性 也才189而已 都还没到2000 若不是有光环加持的话 恐怕还真不好对付 而就在灵诱震惊的时候 那些机变脑膜 也发现他的到来 突然一个个抬起头 朝他发出大片嘶吼 嗖 嗖 嗖 转眼间 化作叨叨黑影 从四面八方 朝灵诱这边飞扑过来 速度之快 肉眼难关 甚至有不少 直接在空中进行分裂 然后跳到那些 悬挂空中的锁链球龙上面 猛然跃下 那数量 少说 都有两三千之数 青刚 面对如此迅猛的攻势 灵诱没有犹豫 直接让青刚发动野蛮咆哮 刹那间 红光慢起 所有植物的属性提升30% 直接迎上那些 机变脑膜 碰 碰 碰 一连串闷响传来 处在最前方的战争古术军团 率先出手 一个个发动横扫千军 甩动俱毙 将一只只机变脑膜轰飞出去 但让灵诱震惊的是 那些机变脑膜 在受到重击之后 竟然只是受了重伤而已 然后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又嘶吼着从地上爬起 朝这边扑了过来 防守阵形 灵诱一声 大喝 马上让植物们转变战术 全都散布在藤蔓森林四周 幸好 青藤的藤蔓不是盖的 在强大的属性加持下 一根根巨型藤蔓 疯狂舞动 将那些冲上来的 机变脑膜全都阻挡在外 等到其他植物的支援赶到之后 也总算渐渐将局势稳住 而让灵诱没想到的是 其中表现最亮眼的 竟然是获得毁灭龙颜加持的 烈焰射手 跟大炮一起 朝外面一顿连续突射 那附带龙颜效果的 弯豆子弹飞掠出去 穿透一只只 击变脑膜的身体 竟是让它们的身体 燃起一片龙颜 生生阻断了它们的分裂 和血肉再生 落到地上不断惨嚎 而且弯豆子弹上 还附带击退效果 哪怕没被当场打死 也都被击退出去 一下瓦解了大片攻势 让其他植物压力骤降 很好 干得漂亮 灵诱赞叹一声 同样催动规则之力 凝聚目次将几只脑膜击落下来 才不过几分钟而已 击变脑膜的数量 就锐减了三分之一 仿佛是感受到 再这么下去 没办法攻破植物们的防守 这时剩下的击变脑膜 突然起起发出一声刺耳的嘶吼 骤然间 一股犹如超声波的 无形波纹爆发开来 将灵诱和所有植物笼罩在内 碰 距离最近的几个增值古术 身体猛然炸开 第249章 战鼓于人 这是 击变脑膜的脑震波技能 灵诱面色一变 像这种范围性技能 一个或者几个 发动还好 但如果是几百上千 同时发动的话 结果就不一样了 只见在那股 强悍声波的笼罩下 他的增值植物身体 接连爆开 纷纷毙命 连他自己也是头痛欲裂 感觉整个脑袋 都要炸开一样 那些即便脑膜 看到技能有效 就更是加大输出功率 一个个嘶吼起来 逼得灵诱的植物不断退去 渐渐收拢到青藤身边 转弓为首 这最高难度的秘境 竟然如此变态 情急之下 灵诱也顾不得多想 直接召唤出 领地里的16个灯笼草 静密 真空 两大技能同时发动 一下就隔绝了 四周的声音和空气 下一秒 灵诱只感觉耳边一静 居然真的挡住了 即便脑膜的声波攻击 连同他的植物 也瞬间恢复 很好 快打断他们的技能 根本不需要 灵诱下达命令 恢复过来的植物军团 立马对外边的 即便脑膜发起攻势 刹那间 漫天抛洒的爆炸蘑菇 化作抛物线 朝四面八方扩散出去 轰轰轰 整个塔内空间 都跟着震了一下 孤妖王 哪里受过这种委屈 在他的带领下 爆炸蘑菇 像是不要钱一样的 拼命扔出 转眼就遍布四周的 每一个角落 一时间 轰轰乍响 爆炸不断 尤其是孤妖王 所在的那片区域 一个个 蘑菇剧烈爆炸 在炸死大片 又是一连串二次爆炸 将成片成片 脑膜炸飞出去 处在爆炸中心的 更是直接被炸成飞灰 其他植物健壮也不含糊 趁着激变脑膜技能 被打断 陷入混乱之际 纷纷出手 嗖 嗖 嗖 无数藤蔓掠出 将一只只激变脑膜捆住 那些脑膜 刚想要挣扎 鲜血 就被迅速抽干 变成一具干尸 要么就是被其他赶到的植物 瞬间分尸 整个场面混乱异常 到处都充斥着 激变脑膜的嘶吼跟惨叫 还有一株株复生出来的 不死之花 一直到二十多分钟过后 才终于解决掉所有脑膜 让整个场面瞬间一空 呼 总算 完了 灵佑呼出一口浊气 紧绷的精神 也随之一松 恭喜你 通关最欲之塔一层 提示声响起 远处的空地上面 突然出现一个 可容赖一人通过的传送阵 散发着耀眼白光 如果灵佑猜得没错的话 这应该是通往二层的道路 也不知道 这罪欲之塔 到底有多少层 才第一层 就这么离谱 接下来怕事都不简单 想罢 灵佑便顺势点开大炮属性见面 看了一下 经验涨到一千二百点 比来时 多了二百点左右 算上森林贤者的经验加成 也就是差不多 杀了一百个左右的 机变脑膜 还算不错 唯一可惜的 就是那些分裂出来的 个体击杀 没有经验 不然 这个数量还会更多 不过 也正因为这些脑膜 让他的共生苔藓 复制到了不错的属性 提敏双满 外加九百点的力量和精神 跟大炮搭配 简直再合适不过 这样一来 既能保证大炮的生存能力 又让他的技能威力有所提升 同时还可以给仙人球 任影师 这些敏捷类的兵种带来加持 所以 当当在战斗的时候 灵佑就直接让十个共生苔藓 复制了机变脑膜的属性 留下来做备用 走吧 该去二层看看了 休息一段时间 把增值兵种全部补齐之后 灵佑就直接走进 通往二层的传送阵里面 刷 光芒一闪 它就出现在一座 海水环绕小岛上面 没错 就是一座岛屿 一座差不多 只有一公里方圆的小岛 目光所到之处 全都是一望无际的海水 不断扑在小岛四周的沙滩上面 头顶上方 更是还悬挂着一轮耀眼太阳 灵佑 愣住了 这罪欲之塔的每一层里面 难道都是自成天地不成 不敢大意 马上将植物们召唤到身边 以青藤坐镇岛屿中心 其他植物散步四周海岸 组成防守阵势 果然没过多久 四周突然刮起一阵狂风 海水开始翻起大片浪花 So 突然 一根毒箭从潜水区域内 急射而出 直指灵佑所在 灵佑反应及时 直接伸手一招 一个龟盾禁闭出现在面前 啪的一声 毒箭被禁闭挡住 跌落在地 紧接着 海水中就突然传来大片怪叫 鼠之不尽的哀小身影 从前海区域涌现出来 将海岛团团包围 仔细一看 竟是类人形的鱼人魔物 名称 吹箭鱼人 种族 类人形 等级 机接 SSS 力量 1000加1000 体质 850加850 敏捷 900加900 精神 1000加1000 技能 毒箭 水流冲击 水泡护体 混沌 全属性提升100% 介绍 生活于前海区域 擅长用毒的鱼人魔物 智慧远超一般魔物 喜群鞠 很显然 刚刚那枚毒箭 就是出自吹箭鱼人之手 而且从海中涌现出来的鱼人 除了吹箭鱼人以外 更还有许多 手拿骨刃盾牌的刀盾鱼人 哗啦 这时 海水再次剧烈翻涌 几个手提战鼓 周身海水环绕的巨大鱼人出现 猛烈敲击着眼前的战鼓 咚 一声巨响 鼓声化作一圈圈波纹 瞬间笼罩了所有 正在冲出海域的鱼人 让他们的速度气势猛的一体 群体增议 林佑内心一惊 看了一下 那些鱼人的属性 居然比刚才还提升了20% 那 还敢多想 直接对最前方的 战争鼓术下达命令 所有战争鼓术 战争践踏 挡住他们 吼 所有战争鼓术怒吼一声 直接发动战争践踏 跟那些冲上来的鱼人 狠狠冲撞到一起 一边的自然 鼓术 也是纷纷召唤树妖 加入到冲锋队伍当中 其他植物紧随其后 疯狂输出 转眼就将 渔人大军挡在海岸上面 然而让林佑没想到的 是 在群体增议的 加持之下 那些渔人 竟然完全不属于 他的增值兵种 一个个凭借林桥走位 不断跟植物们周旋 后方更是有 无数毒箭飞出 将前排鼓术兵种 插得满身都是 毒液顺着伤口 不断流淌 疯狂腐蚀着他们的身体 若不是有 后方的妖精们进行治疗 恐怕早就 被攻破防线 林佑心惊不已 刚刚传送过来的时候 作为召唤物的不死之花 并没有跟着传送过来 让他的植物数量锐减 一时间竟是僵持不下 开始出现大量伤亡 却 把那几个敲鼓的解决掉 眼看渔人的攻势 越发迅猛 林佑 马上对空中的妖王龙妖 飞龙大喊一声 几只植物龙收到命令 顿时放弃正在扑杀的 愚人 笔直飞往愚人后方 目标直指 那几个战鼓愚人 却不料 那些吹剑愚人 似乎发现他们的计划 纷纷改变方向 朝空中射来漫天毒针 将他们全部逼退 回去 竟然还会保护后排辅助 不过林佑的植物龙身为 稀有兵种 也不是随便就能压制的 眼看前方 毒针遍布 就齐齐发出一声高抗龙瓶 化作残影交汇一处 互相环绕高速盘旋 刹那间 狂风骤起 在一阵轰隆巨响中 底下所有吹剑愚人 包括海水 都被卷到天上 在海平面上 形成一个巨型水龙卷 连同那几个战鼓愚人 也都没能幸免 被剧烈的水流不断撕扯 最终毙命当场 而那些刀盾愚人身上的气势 也随之一弱 好机会 开始反攻 林佑精神一阵 立马对植物们 下达反攻命令 正好这时 青刚的野蛮咆哮也恢复过来 直接仰天怒吼一声 让所有植物的属性猛得一体 这一加一剪之下 植物们终于扳回 猎势 将那些冲上来的鱼人 不断击杀 然后复生成一株株不死之花 渐渐的 场上的不死之花越来越多 最终达到与鱼人数量持平的地步 在几个王族兵种的带领下 更是所向披靡 才不过十多分钟而已 就击杀掉大半鱼人 剩下的鱼人 见识不妙 顿时丢盔弃甲 在一阵阵怪叫声中 逃回海中 没一会就都跑没了影 恭喜你 通关罪欲之塔二层 和第一层一样 提示响起的瞬间 一个传送阵出现在海岛上面 竟然没有任何通关秘境的意思 我倒要看看 这秘境一共有多少层 灵友今天还真就和这个 秘境杠上了 没有多想 直接席地而坐 让植物们先在原地恢复起来 准备等状态恢复 完全以后 再继续闯第三层 而此时 秘境圣域的浮空平台上面 两道光芒闪过 一个身背俱斧的剑朔汉子 和一个身着锦袍 面色淡然的高挑青年 突然出现 司徒剑 没想到会在这碰到你 真是晦气 那汉子看到青年 呸了一声 一脸嫌恶 司徒剑看了他一眼 淡淡说道 该说晦气的 应该是我 你好好的蛮时辰不带 跑来这做什么 你不也一样 好好的长风帝国皇宫 不带 跑来这脸 司徒剑的回击 汉子丝毫不拒 反倒一有所指的调侃起来 听到他的话语 司徒剑眉头微皱 脚步顿了一下 却也没有再理会对方 静止朝着秘境之门的方向走去 而平台上其他领主看到这两人 顿时一个个面露惊荣 大惊失色起来 那不是长风帝国的皇子司徒剑 和号称类人形戏 七阶第一人的莽夫眼猎吗 他们怎么来了 第250章 塔顶 大炮升级 浮空平台上 所有领主都在停下动作 震惊看着突然出现的两人 这两人虽然实力只有七阶 但却让那些八阶在内的领主 都忍不住生出三分距异 因为这两人的实力之强 哪怕在整个原始大陆的 七阶领主里面 都能排进前十 就算碰上普通的八阶领主 都有一战之力 他们两个怎么会同时出现在这里 难道有什么大事 要发生吗 听说司徒剑是长风大帝的独子 按理说 应该不缺资源才对 还有炎烈也是 他上次可是在万界战场 杀了个七进七出 抢到不少宝物 卧槽 这么猛 那可是七阶战场啊 领主们在私底下议论纷纷 惊呼不断 却不知道 司徒剑听到他们的话语后 神情渐渐冷了下来 似乎并不喜欢 别人以大地之子来称呼他 冷哼一声 挤到黑影搜的一声 以他为中心急射出去 那些议论中领主 甚至都没反应过来 脖子就突然一疼 被划开一道口子 领主们大惊失色 连忙伸手捂住脖子 却发现 只是很浅的伤口 并不致命 而在攻击过后 那些黑影 也终于显露出身形 赫然是一只只 达到八阶的幻影堂王 体型仅有八掌大小而已 这一下子 领主们不敢再说话了 一个个纷纷闭上嘴巴 满脸惊惧之色 刚刚司徒剑 如果下死手的话 他们脖子上的伤 恐怕就不止这一点而已了 很显然 这是司徒剑对他们的警告 只是 这个警告 似乎对一旁的颜烈 没用 见司徒剑将螳螂召回 颜烈顿时毫不留情地大笑起来 司徒剑 你果然还是和以前一样 这么小心眼 怎么 想动手 司徒剑冷冷说道 动手就动手 难道我还怕你不成 颜烈 眉头一挑 不甘示弱 甚至伸手一招 将几个八阶蛮荒兽人召唤出来 这些蛮荒兽人 跟其他种类的兽人 有很大区别 不仅体型高大 身上更还装配了一套精良装备 从头到脚 几乎武装到牙齿 肩上更是扛着一柄双刃大斧 远远都能感受到 一股扑面而来的血沙气息 司徒剑眼中闪过一丝凝重 深深看了颜烈一眼之后 终于还是冷哼一声 我来这里 是为了通关最高难度秘境 可不是跟你打架来的 说完 就带着他的昆虫兵种 走进秘境之门里面 颜烈健壮 顿时咧嘴一笑 耸包 就你这样 也想打通最高难度秘境 省省吧 那奖励我严练拿定了 说吧 也一下走进秘境之门里面 消失不见 只留下议论纷纷的众人 另一边 罪欲之塔 三层 一片碎石遍布的矿山之中 碰 一声闷响 回荡塔妹 灵右目光紧崩 看着这最后一只 倒下的岩石魔物 狠狠松了一口气 跟他猜测的一样 这罪欲之塔 第三层的环境 果然跟前两层不同 是一片荒芜的废弃矿山 而且出现的魔物 也不同 乃是元素系的岩石魔物 防御高的下人 更还有防御技能 要不是他的 猎咽射手攻击附带破甲 加上王族兵种 一个个点杀 恐怕还真不好对付 不过也正是因为 通关这第三层空间 他才终于确定了 心中的另一个猜想 那就是 这个罪欲之塔的每一层 都代表着一个魔物类型 他前三层碰到的 分别是亡灵 类人形 元素 也就是说 后面应该 还会碰到天使 恶魔 人形 野兽 昆虫 植物 机械这七种魔物 足足十个层级 简直离谱 若不是他植物系的 恢复能力惊人 恐怕通关到一半的时候 就已经损失惨重 难以继续下去了 更别说其他旗节领主了 估计前面两关都够呛 仅仅只是一分之差 难度差距竟然会这么大 灵佑想不明白 但他却能感觉到 这么高难度的秘境后面 肯定隐藏着 非常丰厚的奖励 要么就是出现 宝物的几率极高 就算不是如此 那每一层 也能获得 五十万左右的魔能 还能给大炮炼截 稳赚不亏 想到这里 灵佑的目光 顿时火热起来 在三层空间 休息一段时间 等植物们都恢复之后 他就直接踏入传送阵 传送到四层里面 果然不出他所料 四层里面 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荒漠 里面的魔物 全都是一只只 体型巨大的野兽系沙兽 而且还都会钻进沙子里面 进行偷袭 幸好有青藤的藤蔓 伸进地下 把他们逼出 才没造成多大损失 一番激战 最终有惊无险 渡过 第五层和第六层 分别是恶魔系的 熔火地狱 和昆虫系的 巨型蚁巢 因为属性克制 加上数量庞大的关系 灵佑的植物 终于开始出现 简缘 损失了三个增值本体 和共生苔藓 随后 灵佑又相继 进到第七和第八层 机械系的 还有天使系的 堕落虚空 基本每通关一层 都会损失 一到两个兵种本体 但相比于第九层来说 这都还是小损失 因为第九层 它遇到的 是植物系的魔物 一大片属性变态的 扭曲植物 不仅攻击范围极广 还拥有极强的治疗能力 最重要的是 这些魔物没有险 让青藤 根本没办法发挥 全部实力 就这样跟他的植物军团 在塔内空间里 互相消耗 足足对阵了 大半个小时 最后才 终于在青钢野蛮咆哮的爆发下 一波带走 而灵诱 也损失了 足足五个增值本体 连身上的共生苔藓 都没能幸免 让他好一阵心疼 不过好消息是 通关第九层之后 一生等待已久的 声音突然在他的 脑海中响起 恭喜你 烈焰射手 大炮满足升级八阶条件 升级 需要消耗十个气阶领地精华 请问是否升级 总算满了 听到这声提示 灵诱长出了一口气 这一路走来 他已经深刻感受到 最欲之塔的恐怖 能在最后一关之前 把大炮升到八阶 对他通关这个秘境来说 无疑是非常大的助力 没有犹豫 直接回答 升级 下一秒 大炮的身体 就被一片光芒包裹 飞速生长起来 名称 爆裂射手 大炮 王族 种族 植物 英雄 等级 八阶 零 五千 力量 2400 加900 体质 1810 加1000 敏捷 1510 加1000 精神 2500 加900 技能 走火入魔 豌豆连射 一次射出的豌豆 提升至两颗 百步穿扬 致命狙击 精准打击 精准锁定射程内的任何敌人 打击其弱点 介绍 一种变异的豌豆 拥有极为恐怖的远程打击能力 等级达到一定程度 千里之外 取敌手机 一阶小提升 三阶大提升 对于兵种的变强规则 林佑此时已经基本摸透 可即便如此 提升到八阶之后的大炮 属性 依旧非常变态 足足3300点的力量属性 代表了它极为强横的普攻强度 也就是正常射出豌豆的威力 而那高达3400点的精神 则是直接影响技能威力 以此为基础 进行加成 算上 一系列光环和技能增益 爆发全开之下 它的致命狙击 甚至可以打出1万点以上的威力 可以说是极为恐怖的 当然 这并不代表就能直接秒掉 拥有一万点体质的兵种或是魔物 因为体质越高 抵消的伤害也就越多 只能说 可以破开1万体质以下的防御罢了 想要击杀 还得在破开防御的同时 对其弱点造成有效打击 才能做到一击必杀 就像之前那个真灵界的亡灵系灵主 它就是凭借着过人的反应 和宝物的阻挡 避开要害 或者是本身拥有强大的提升防御的技能 都可以有效规避大炮的狙击 这点不得不防 毕竟大炮的致命狙击 可是要半分钟左右 才能恢复 应该快到最终 BOSS了吧 灵诱弥谈一声 不由看向远处的传送阵 跟之前九关的传送阵不同 这个传送阵居然是金色的 一看就知道 不简单 而它现在 九关齐通 最后就只剩下人形戏没见过而已 也就是说 这最后一关的BOSS 很可能是人形戏的 想到这脸 灵诱深深吸了一口气 看了一眼四周已经恢复完毕的植物 便抬起脚步 缓缓走进传送阵当中 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另外两个秘境空间里面 严烈与司徒见两人 此时也刚好通关第九层关卡 来到 那个通往最后一关的传送阵面前 只不过跟灵诱不同 他们一个 是圣夏天使系美达 一个是圣夏元素系美达 似乎每个人 进入罪欲之塔 所遇到的魔物 顺序 乃至最终BOSS 都是各不相同的 刷 光芒闪过 当灵诱再次站定的时候 已经出现在一个宽阔的平台上面 平台四周 巍峨庄严 边缘 四根珠红笼柱 垂直立起 支撑着塔顶 宛若一个五刀擂台 这一变化 倒是让灵诱有点意外 这塔顶 比他预计的要小很多 虽然依旧恢弘 但却比他想象中的相去甚远 连装饰也都少得可怜 不过他 并没有太多 心思去在意这些 因为他突然发现 平台对面的大理石地板上 赫然盘坐着一个人 一个身穿暗金铠甲 手握长枪的男人